写一画中把握好笔墨三个要点 想画不好都难 接下来以水墨小鱼为例 讲解一下哪三个要点 以及如何运用 1.用笔要有松动 长好笔条蛋墨笔尖沾浓墨 侧风下笔逐渐转中风 潇洒而放松的提笔 一气呵成 这就是用笔不要拘紧的体现 2.用笔要有紧致的地方 比如鱼头部位 刻画时要细致和具象一点 水分小一点 流出鱼眼位置 线的形式刻画于唇部 造型严紧 嘴角等细节不要放过 甚至淡墨村擦体现脆骨质感 丰富了内容 与主体的松形成对比 纸松不仅七式 纸紧布松面面俱到就太呆板 3.用笔要有灵动之处 体现在鱼鳍上 多用干笔 笔断一连 对面胸鳍更虚一些 最后一笔 赤尖 很重要 腹鳍 屯鳍 尾鳍不要小看那一小笔 背鳍 总结 用笔有松 有紧 有灵动 这么好的教程点赞收藏吧